全能神这个名字相信,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 这是一个通过弯曲基督教的教义。 传播诸如世界末日,马上要来临这样的扭曲世界观和骇人思想的邪教组织。 2014年,发生在山东朝远的麦丹劳杀人案,就是该教恶行的一次展现。 当时五名全能神教徒,竟在一家麦当劳餐厅里,将一名无辜女性活活打死。 震惊了全国。 不过,在美国政府的庇护下,全能神的头目赵维山,和被他包装成基督转世的情人杨相斌,不仅逃出了中国。 更令这个毒害社会的违法邪教组织,进一步堕落成了西方反华势力的马前卒。 他们一边在美国遥控指挥被洗脑的信徒,继续给他们汇款。 供养他们奢侈的生活。 另一边则持续在国外的网络上进行渗透。 传播妖魔化中国和洗白自己的谣言资讯,甚至还想蛊惑外国人加入他们的邪教。 可尴尬的是,这两天,他们却因为在国外的社交平台上,持续利用网络水晶传播,加杂了大量政治私货的宗教资讯。 被美国的盟友以色列给封筛了。 图维曾经宣称2012年世界末日会来临的邪教组织全能神和被洗脑的信徒。 不过,以色列封杀这全能神的原因,倒不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邪教组织,而是一个颇有些歪打正著的原因。 原本,根据美国媒体BuzzFeed的报道,以色列即将举行全国大选。 但为了确保选举的公平性,该国一些独立的社交网络研究机构,便开始密切关注,诸如推特这样的境外社交平台。 尤其是在大选期间这些平台上,会不会出现那些通过散布虚假讯息去误导民意? 以实现干涉选举目的的网络水军。 其中,一些独立研究人员,就已经发现有网络水军,正在帮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污蔑他的竞选对手。 不过,在这些对于以色列大选网络渔情的研究中,两位研究人员却意外地在社交平台推特上,发现了一大批与全能神有关的可遗水军账号。 因为这些账号,也有组织的散布和传播以色列政客所发表的政治言论,而且用的还是希伯来语。 但有趣的是,根据Buzzfeed的报道,有来自两人研究团队的人表示,他们发现全能神传播的政治言论,似乎是漫无目的的,甚至让人有些摸不住头脑。 因为这些账号传播的言论,有的言论是来自于以色列右翼政客的,有的却来自于内塔尼亚胡的竞选对手,前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本尼甘茨的。 还有的全能神水军账号,则带给内塔尼亚胡的支持者,充当住粉丝的角色。 但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全能神账号所传播的涉及以色列大选的言论,几乎都是与宗教有关的。 而且其传播规律,也如同风潮一般,都是由一个封王统一安排,在由一群公封一起行动。 所以,尽管研究人员没有发现这些账号有目的性地干涉以色列大选的实锤,他们还是将这些账号,举报给了推特战方。 最终数十个全能神的水军账号,被推特方面已释出垃圾资讯注册垃圾账号为由全部封杀了。 不过,虽然以色列人对于全能神邪教动用水军,在以色列大选期间,传播政客们涉及宗教的政治言论感到费解。 中国国内专门研究全能神邪教行为的专家们,倒是有一些值得以色列朋友参考的观点。 一位反邪教领域的专家就认为,全能神这么做,还是为了把自己从弯曲基督教教义的邪教组织洗白,成为新兴的基督教新教派。 因为中国政府对该邪教组织的打击,令全能神,如今只能在海外发展。 那么只有盗用基督教的名义,把自己伪装成新兴教派,才可以蒙混过关。 这便是为何该邪教组织会去网上棒以色列政客发表的涉及宗教的言论,还用希伯来语去传播,以误导相关受众,乃至外国政府对他们的认知。 该专家还认为,全能神动用水军,去传播这些言论还有一个目的,即流氓般的抢占资讯的传播链条,从而增加自己的曝光度。 但可笑的是,他们这种垃圾资讯式的传播方式,反而被以色列监测大选网络移情的研究人员是做了可疑行为进行了举报。 结果作茧自负了,图为中国警方查扣的该邪教组织的传播资料。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国政府对全能神邪教的打击力度很大,在国外都很知名。 所以报道此事的美国媒体BuzzFeed也在报道中不得不表示,鉴于该组织与中国政府水火不容的关系。 他们在以色列大选期间可疑的网络活动,明显与中国政府是无关的。 但遗憾的是,BuzzFeed还是没有跳出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政府打击邪教组织时,那种西方媒体仍挥之不去的无知与偏见。 所以,他们在报道的最后几段,介绍全能神这个邪教时,就完全忽视了中国媒体过去这些年,对于这个邪教组织大量确凿的揭批证据。 反而是采访了美国学术圈里,一个一直在支援全能神邪教的学者,让这个人发表了依通邪教洗地和污蔑中国的言论。 当然,BuzzFeed这么写也可能是出于美国的某种宗教政治正确。 毕竟,在美国政府眼里,这么一个谋害生命,欺骗钱财,甚至拆散他人家庭的邪教组织,可是美国要保护的宗教自由呢? 所以,耿直哥这里也要推荐大家再去重温一下,我们去年这篇深度巴皮全能神邪教的报道。 好让大家看看美国政府一直在包庇的这个邪教组织,都犯下了哪些令人发指的罪行? 美国手里,还保住另一个血战累累,搞乱中国的邪教。